新竹县颇具知名度的虎口司昌辽,今年遭县政府动员大批员警戒护下拆除大力扫黄,早在4月间新竹警方安排吴卢姓警员假扮嫖客气黄,两人表明身份之计,蔡黄姓皮条客下的将两警推出导致警受伤,新竹地方法院判两名皮条客一共同犯徒利媒介性交罪,判蔡男友其徒刑4月,一颗罚金12万, 妨害公务8个月,黄南处犯共同犯徒利媒介性交罪处5个月,如一颗罚金15万,妨害公务7个月,全案可上诉。 当时皮条客介绍小姐以每次消费1300元至1500元不等,警方未深入私畅聊一亏究竟,不断要求挑选其他小姐,蔡黄姓皮条客带警进入房内验货,还有睡警玩3P, 只要买20分钟一次,就在家送5分钟。 警方见识机成熟及表明身份,下的皮条客紧急将武警推出,并用门将武警挡在门外,武警及时用脚卡在门缝, 卢警见状及上前协助压制两名皮条客,不过现场三名卖淫女却成细逃逸, 卢5两人均受轻伤,2皮条客均遭依妨害风化其妨害公务遭送办。 不过,在法官审理时,蔡姓皮条客坦诚有座媒介, 黄否认,法官勘验现场搜证录音发现,蔡南营导警员进入, 黄南游睡赞的啦,拜托一下,一起啦,不然两个一起叫,一起上。 警方苦笑哪有这么强的荒性,被告还说给你多5分钟没关系啊, 因此法官认定黄南也犯媒介性交易。 两名皮条客针对妨害公务部分否认, 不过,法官勘验搜证录音,听到二警表明警察身份后, 即发生巨大碰撞拉扯声响,显然现场曾发生过激烈之皮冲, 认定二人犯妨害公务,新竹县颇具知名度的虎口荣光丝昌辽, 今年4月间早拆除脱报器资料照分享。